这是台湾的声音 这也是台湾的声音 还有多少声音没有被听见 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那小部分人 你没有公义 你不能维护基本的人权 但你就没有完全的安全 在这狂乱的年代 思考让我们自由 就要听晚报 听见新闻之外 欢迎收听就要听晚报 我是宛如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 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 会跟未来城市在天下频道连线 来谈谈他们在这个月当中 有哪些值得一起来关注的话题 我们电话线上的是 频道总监陈方玉 方玉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方玉其实有一篇在网上的文章 刚好扣紧着最近 美国总统川普的谈话 我觉得今天我们也跟听众朋友 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来这个报道的原文 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川普在5月3号说 因为中国犯了可怕的错误 才会导致COVID-19 心患肺炎的疫情爆发 并且直指中方试图掩盖真相 并且拒绝让美方进入调查 那重点来了 川普是证实说 美国正在准备关于病毒 源起的有力报告 以及武汉病毒实验室 是如何参与其中 所以方语看到川普 好像感觉到他已经有证据了 因为他是说 这有一个有力的报告 这个COVID-19的疫情的病毒 真的是来自于中国 是可以这么说吗 其实我看到你们也访问到了科学家 我们不用政治言语 我们用科学来办案 来看看科学家怎么说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AI科学家 那他是利用一个全球的公开资料库 去分析了从去年的12月24号 到今年的4月底 大概也是24号左右 这几个月当中上传的一些 全球各地上传的这些病毒的资料 去分析之后 他发现这些病毒已经分成了 八大种类 意思就是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区域 有不同的病毒 那他可能会造成不同的症状 会有不同的病毒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说 这COVID-19 他会变种 对 简单来讲 每一种病毒 他其实都会变异 那因为病毒 他要存活下去 所以他可能每到了一个 不同的地方 到了一个不同的人种 到了一个 就是他就会变成 可能更适合大型传播的那个样子 所以病毒变异 其实这是一个蛮正常的事情 他大概每个礼拜 每七天五天 他就会变异一次 其实流感病毒也是会变异 所以我们每年可能都要 打新的流感疫苗 去因应这个新的病毒变异 所以新冠病毒 他也是会变异 这不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 但是最近大家一听到变异 就觉得好像很可怕 就是很难捉摸 但是在科学家的角度来说 其实这很正常 就像是一个 他为了要生存 要侵害物种 别的生物 所以他也得变化 对 那其实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说 他会往哪个方向去演化 那这个演化会不会造成 比如说传染的更快速啊 或者是造成更严重的症状啊 这些才是我们未来 在研发疫苗的时候 必须要关注的部分 比如说像我们这次 这个科学家林青勇 他之前是AI IBM的首席科学家 那他这次 他自己创业做了一个 AI的新创公司 那他们就用那个图形化 可视化的方式去发现说 其实这是病毒分成八种 那其中一种 尤其是在法国还有美东 这个地方大传播的这一支病毒 其实它是最后出现 它到大概三月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二月底三月才出现 可是它的传播速度好像特别快 而且它很有可能就是那个 造成嗅味觉丧失的那一株病毒 也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海外 可能留学生或侨胞回来的这个症状 确诊症状是嗅觉味觉 一开始没有这件事情的 对对对 其实这个可能就是跟病毒的变异有关系 所以这个症状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 那当然真的确实有关 可能还要进一步研究 但目前初步是推断说可能会跟 它是攻击人的神经系 所以它才会造成嗅味觉丧失 那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到 2008年在SARS的时候 那时候也有论文指出 有人得到SARS之后 它的嗅味觉会丧失 现在大家也很想问 川普说的道理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这个科学家怎么说呢 这病毒都是中国来的侵害美国吗 科学家给了一个非常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科学 而且比较中性的一个回答 就是说目前想不出病毒不是最先从中国传出的理由 如果白话文一点来讲就是 它就是双重否定 目前想不出不是从中国来的理由 但我们也不能直接说它一定是中国来的 就目前我们现有看到的所有的 我们刚刚说已经上传到资料库这1.2万株病毒 它最后都可以追溯到12月底从武汉上传的两株病毒株上面 可能当然也有局限性了 就是了解的当下的状况是如此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那感染源是直接来自中国吗 好像也无法证明 因为方玉刚也说到病毒它会一直不断的变异 到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 也无法这么说 好像每个人在全世界可能在欧洲很遥远的大陆的感染 它就是因为中国害的 对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政治的问题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从政治角度谈这些事情 那我举一个欧洲的例子大家可能比较容易了解 就是说欧洲它在 我记得应该是在1月底的时候 在德国的慕尼黑出现了第一个欧洲的病人 那后来大概两个礼拜之后 意大利北部就开始产生了大感染 那那个时候德国跟意大利就有一些外交争执 就是说这个病毒一定是德国人传到意大利去 那事实上到底真的是德国传过去的吗 还是说谁得到了这个病毒 可是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个变异 他后来在意大利北部造成了一个大感染 不知道 这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说他可能相关 但不见得有因果关系 但另外一个我看这篇文章 林青勇科学家 他是说到疫情要完全平息是很难的 那即便平息也可能从动物身上再传回来给人类啊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我们下一步要比较警惕的地方 就是说其实我们回到2003年的SARS去看 SARS当时也是后来就是突然就销声匿迹的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其实终于可以去回推才知道说 当时他并没有消失 他还是存在蝙蝠的身上 那只是说现在因为人类跟自然的这个界限 其实越来越模糊 我们可能因为去 我们可能去 可能人类的开发 就是惊扰到一些野生动物 或者是我们人类去做实验 也会把野生动物这些病毒 可能带到人类的生活的环境里面来 那当这种两边的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时候 这种人畜共通的传染病就会越来越多 其实像现在新冠病毒是一种 其实像非洲的伊波拉病毒也是一种 或者像之前的停留感 这些都是一种就是人类跟 就是这种人畜互相的传染病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担心的是 这个新冠病毒假设 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疫情趋缓的现象 但是他会不会躲在某些动物身上呢 其实这现在也有研究发现说 像雕啊像猫啊老虎啊 这种猫科动物 它是有可能被传染这个病毒的 可是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会不会再跳回人类身上呢 目前还没发现 但是它会不会带缘呢 会不会怎么样呢 这个都是以后要继续研究的方向 本来感觉上动物跟人类是不一样的东西 虽然都是生物啊 可是各有各的发展途径 但是现在也就是像方玉所说的 好像我们打开了其中一个潘朵拉的盒子 让这个世界因为被人类打开了 可能透过不当的开发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实验 结果导致了人类传染到了这样的病毒 开始我相信这个团队 他们原本也是要研究SARS体员 然后希望研究出疫苗 但是到底这个科学跟道德的界限在哪里 其实这个尺度是还蛮难拿捏的 接下来要从人为的思考来看看 这个病毒到底对我们人类实际上的生活 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大家应该一起共同分享资源 特别是在医学上的专业知识跟研究成果 可是我们一直被排挙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 WHO之外 有一群团队 他们在台湾最艰难的时刻 让大家看到 这篇文章也蛮有意思的 同时也是未来城市在天下 点阅率最高的一篇 对这是这个月点阅率最高一篇 大概有十万的点击出 我们也还蛮惊吓的这样 但是这个这的确是一个 因为的确是一个台湾之光的故事 因为我记得那个周末刚好是 WHO的秘书长潘德赛说 他在一个会议中说台湾歧视黑人这样 所以我记得那个周末就是整个社群上 就是一直在吵吵闹闹说 我们没有歧视黑人 其实我们才是被歧视的国家这样 那这个老师就是这个陈大医院的这个资讯长 也是陈大的资工系的教授 蒋荣仙老师 蒋荣仙老师他那天 因为我们之前就有采访过他 他那天就突然就跟我说 我们得了一个响 他说我们让台湾的国旗挂到WHO上面去 我一听到就醒过来 然后说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在跟WHO讨价 什么时候我们国旗挂到WHO上面去 原来是因为这一次新冠肺炎 其实WHO跟很多很多的科技大厂 他们有办理了各式各样的黑客松 就是试图请这些科学家 医生啊 这种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去找出一些 能够打击新冠肺炎的一些方法 那陈大的这一个团队呢 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做法 就是他可以用AI去判断 判断这个S光片 看这个人是不是有得到新冠肺炎 那他这个速度大概是一秒钟 对一秒钟他就可以判断出来 这是不是新冠肺炎患者的S光片 肺部S光片 对对对 他就可以解决一些地方 比如说他没有医生啊 像北州或南美州 他比较没有医生 那到底这个人是不是得过新冠肺炎 不知道 但是他如果可以有这个S光片 上传到这一个这个系统里面去 就会有医生可以帮忙判断 那当地的这些疾管组织 他就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他是可以协助去预防这个疾病 而且提早试剂 对这也造福了很多比较偏远地区 医疗资源不发达的地方 看到这个蒋老师有说 他在现场受到最多的评审回馈 就是说到底 明明什么时候可以商业化 真正的落实 然后他就说我们不用钱 就直接大家免费用 这么好 所以马上就把这个know how开放出来了 对他就把这个演算法开放出来 让大家用 我觉得其实台湾这一次 有蛮多的医界都有一些创新 然后他们都是开放 让大家免费使用 因为我记得这个 这篇报道出来之后 后来蒋老师大概有 后来就跟我讲说 他发现最多上来 使用他们这个S光平台 是香港人 香港的医师 蒋老师还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竟然放入WHO之列 虽然他不是官方网页 他是只是WHO跟别人合办的一个活动的网页 但是我觉得也蛮让人振奋的 而且这个时候这个参加的这个团队 有Google的 有MIT的就是顶尖的科技组织 几乎都有参加 有1560个专案 最后只有89个获奖 那陈大他们是唯一一个台湾获奖的团队 对 老师会这么的兴奋 对啊 因为看上去都是美国啊 德国啊 这些国家的国旗 就只有一个台湾的 就看起来觉得非常的骄傲 对 好我们聊到这呢 先休息 小时候再回到今天的节目现场 来谈谈其他未来城市 在这个月当中的精彩话题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 就要听晚报节目 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一 到礼拜五的晚上 六点半到七点中播出 那在今天我们访问的是 未来城市频道总监陈芳玉 那当然我觉得连续谈了这几个礼拜 大家的焦点都还是会放在疫情上面 最近啊 因为大家关心疫情嘛 所以呢 有一个新的网红 他就出来了 这个网红 这个网红 他是被塑造起来的一个机器人 对 疾管家 疾管家的这个管家 对 疾病的管家 类似就是疾管家 对对对 这是那个疾管署 他们的官方的LINE账号 全台湾有两百多万人 加他的LINE账号 他这么多人要回复问题 他却能零点五秒内 就能火速的回复你的任何一个疑问跟讯息 当然是机器人啦 就是AI办到的 但是做这样子的设计 AI机器人背后那一个幕后的团队 你们也访问到了 对 其实我们还蛮讶异的 因为这个团队 他的母公司是宏达电 就是HTC 但是宏达电 他们这几年开始去发展AI跟医疗 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叫DeepQ 那他们专门去发展这个AI医疗 那大概他们三年前开始去帮疾管局去做这一个疾管家 这一个LINE的聊天机器人 其实他一直都存在了 他就是一直去 他过去可能就是主要的功能是提醒妈妈要带小孩去打预防针 或者是出国旅行的人要注意当地的一些流行病 或者是说提醒大家记得去打流感疫苗之类的 所以他过去可能不 他其实已经做了很久 但是大家可能并不那么清楚他的存在 但是直到这一次 大家才意识到说 哦 原来其实这个东西他还蛮很管用 然后变成每个人每天大概都在看的一个生活必需品 一个讯息的来源 真的实事造英雄 所以我是看了方韵你们这篇报道来知道 因为原来就像你说的 他其实这个N年来 就是三年前就已经存在了这样子的团队 但是在这次疫情当中呢 确实发挥了极大的功用 让所有人加入他的LINE之后呢 都能及时收到官方最正确的消息 这也就免除了LINE上面常会传一些假讯息 对 那种让人混淆视听的东西 听他们这个团队讲说 他们怎么设计这个机器人的性格 以及他达成的成效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比如说他的机器人的确是有一个人设 就是因为一开始去看 去使用这个机器人 都是一些要带小孩去打疫苗的妈妈 所以他就把这个机器人的个性 设计成一个韩国欧霸的 就是他有一头卷法 然后他还会穿长大衣这样子 然后偶尔讲话还会撩妹一下这样 他们会很针对这个使用者的偏好 去设计这个机器人的性格 那因为这个背后这个Deep Q这个团队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设计这种聊天机器人 那之前帮万芳医院 还有帮彰化基础教育医院 都有设计这个聊天机器人 万芳医院机器人叫万小芳 他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那个附近比较去看病的 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年长的老人家这样 那在彰化基督教医院 因为张基是那个蓝大壁医师 是一位外国医师 他成立的医院这样 所以他这个机器人就是一个 很和蔼的外国老医师 在跟你讲台语这样子 所以他会针对这个组织的特性 还有他受众的特性 去设计这个机器人的性格 都让你觉得好像真的是在跟 真人在讲话一样 那个亲切感是存在的 但您刚刚也说到 他其实是很亲民 甚至偶尔也会聊一下使用者 就是用一些很可爱 好吗 应该也是很有趣的语言 跟你互动的一个机器人 但是这也因为他的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 只有29岁 他们虽然是很年轻 也比较少在过去使用这种 医疗讯息互动的这样子的情境 可是他们却花了很多功夫 去跟使用者做深入的田野 譬如说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为什么你们用LINE不用APP呢 但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台湾的高龄者 就是LINE的爱用者 对 非常 对 因为要改变使用者的习惯 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不如去顺应他们的使用时光 接下来有一个团队 他们是真正的人哦 有温度的哦 会直接打电话到你家 去关心你的哦 你们的标题叫做 在家关14天很闷 245位护理台湾队志工 打4.5万通电话 解决居家检疫的焦虑 哇 有温度的一群团队出现了 我觉得这个采访 当下就真的非常的感动 就是在台湾 我们应该很常听到的 就是护理血汗 血汗医护 然后工作时间很长 然后相对的薪资不高 然后还要承受一些医疗纠纷 或者是病人的情绪 我们原本会以为说 这群人在这一次疫情中 应该是很累 应该是工作完就完全不想 要再碰相关的任务了 但是没想到在我们的 就是这也是卫福部 他们在征这个卫福部的 护理及健康照护师的 他们要征那个志工 就是打电话去关怀 那些正在居家隔离的人 没想到他们找了 这次大概找了245位志工 里面大概有七成 都是现役的医护人员 可能在制造机构 对 可能在医院或在诊所 就是都是现役的医护人员 他们可能白天上班 然后周间上班 然后周末或是休假的时候 再来疾管署帮忙打电话 去关怀这些人 然后我们还听到好几个 是从台东 花莲 高雄 自己放假的时候 坐车到台北来打电话 因为他不能自己打 因为这个有各自的问题 他必须在机关署 就是他只能读到某些资料 从那边去打这样子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这群人真的是 就是台湾的医护 对台湾的这些病患 还有这次疫情 受到波及的人的贡献 真的是非常非常要打 通过我们的想象之外 是 怎么样的心情呢 您访问到这些志工 师长讲得很好 就是说会去当医护的人 他在个性上 都有某种很热心 然后甚至有一点 鸡婆的那种性格 就是别人不管的事情 我再忙再累 我也要管 因为这是对整个社会更好 所以他们都把自己 放在比较后面 然后会去想说 这个社会需要我做什么 他们因为关注的是 居家检疫的人员 这些民众呢 当然在家要待个14天 总是有一些抱怨 心情不好 于是这些护理师 就成了第一线的受气包 他们几乎每个人都被骂过脏话 然后每一个人都被骂过 真的每一个人都被骂过 可是他们真的是EQ很高 就是很懂得聆听 就是他们也很有同理心 知道说被隔离 一定是很不好受的一些经验 那有些人可能他回台湾 我记得他有一个志工跟我们说 有些人他回台湾 其实是为了好像已经有家人 是疾病 但是他却必须要隔离 不能去见家人最后一面 或者是有人回 他回到台湾来 可是他可能要产检 但是又不能去 就是因为要隔离 所以各式各样的 或者是隔离到一半 突然牙齿痛 又不能去看牙齿 这到底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 卫福部他们当时 一定要找护理专业的志工 来打电话 因为一般人没有办法 解决这种很专业的问题 居家隔离者会有一些抱怨 但是真正身体上有一些问题 有一个专业的人是 聆听咨询 然后告诉你 现在你可以怎么做 让自己不要这么不舒服 这是好的耶 是啊是啊 因为我觉得里面 我们还有一个部落客 就讲说 没想到台湾的 台湾的政府 都做这种居家监狱 不只管你的身体健康 还要管你的心理健康 还要为了安慰你 国外好像我听到说 这个大概都是民间志工在做 做这些事情 但台湾是由政府出面来做 讲到政府出面 其实我们一直都说超前部署 所以在文章里面也看到 其实一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卫福部长 陈时中 也就是现在的指挥官 就邀请卫福部里面 各司要规划 如果超前部署 你们这个单位 可以做些什么 于是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护理师志工团队出来了 对 因为当时其实也没有 就是这个盗户师也说 他们不知道能够做什么 但是后来想到说其实台湾 台湾的护理人员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 他们后来并没有进入 护理这一个行业 所以他们才想说 那或许这些人在这个时候 可以出来当志工 当时的设想是怎样了 就没想到一出来招志工 就回来当志工了 都还是原本就在护理这一行的人 还是居多 对 还是居多 好 这除了护理师之外 其实每天下午两点钟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都会开记者会 在这个记者会里头 我们的陈时中部长 面对许多记者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都还保持着一定的风度跟EQ来做回复 我看到未来城市也收录了一篇这相关的文章 其实是 我觉得我们大家现在都戏称说 看那个微服部的直播记者会 然后已经变成在看连续剧了 这样连续看了一百多天这样子 然后可能大部分人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那个我们的陈时中部长 他的回答好像总是 不太像我们一般印象中的政治人物 会讲出一些很尖锐的 或者是情绪性的话这样子 就有回答问题 但是又不会太 又可以让人觉得很温暖这样子 所以因为这个风格 后来台中荣总的一位医师 朱伟明医师 他前段时间就写了一篇叫 看时中学沟通这样子 那这篇文章我觉得很有趣 我就取得朱医师的同意 我们就转载了这样子 就一下也是三四万人看 对这个点语率也是超高的 因为看时钟 现在大家每个人基本上每天都要看嘛 看时钟 对我们都在看时钟 然后又去学习到 他怎么去应对这样子的危机时刻 或者是记者提问 他能够高EQ的回复 这其实是有一个叫HARD沟通法 对这个沟通法其实是 我后来才知道 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 医病沟通大师 他提出来的一个沟通原则 叫博克曼 对对他主要目的是 你在快要发生冲突的时候 赶快把那个冲突降低 然后去让双方的对话 可以可以继续这样 那比较细节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文章 但我觉得里面有一个例子 我觉得举得很有趣的是 当时我记得 就是里面提到4月21号的记者会 有一个记者问了一个蛮尖锐的问题 就是说有些部会 他不会听 卫福部这个指挥中心的话 那是不是指挥中心 应该要把它升级到行政院的层级 比如说由行政院长来担任指挥官 那陈时钟的回答 我觉得就很有趣 他就说听你这样讲 好像大家都不希望我担任指挥官 听起来让人觉得有点伤心 杜医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沟通法 就是说他先把自己的一个情绪讲出来了 对而且有点难过 你这样子说 我好像没有人要听我的话 对对对有一点 就是这个就是HARB的A 就是承认自己目前的情绪存在 就是我现在真的有点难过 有点伤心这样子 所以你把这个情绪讲出来之后 通常就会把这个双方的紧张的程度就会降低 后面再讲说其实部会中间都需要磨合 可是目前还沟通的不错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的确让人家觉得一方面不会是觉得太官样的回答 但一方面又觉得他的确心里有一些解决的方案在往那个方向走 所以也让大家觉得为什么就是台湾这次防疫会让人很放心 除了前面的专业要顾好之外了 然后还有超前部署之外 一个好的沟通者 拉近民众跟专家的距离 对 或许是大家每天都喜欢追剧 看时钟 看时钟的原因 因为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事 对 没错 偶尔时钟也会帮记者们上上课 对 没错 这也是还蛮有意思的 我们在今天访问的是 未来城市在天下频道总监陈方玉 谢谢方玉今天跟我们的连线 谢谢 谢谢